更改網頁的上標題區 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的Logo 這是我們的網頁主題 這是Slogan 那這邊有四個對不對 我們現在改這個 請你確保一下 先點我的網字這裡 假設你進到Wordpress 再講一遍 這裡功能比較細 你點這裡 我的網字也會回到這裡來 那我們先來改哪個地方 先來改這個地方 叫什麼 版面設計這裡 點一下 先來點一下自訂吧 你點自訂的時候 我們來對一下 這邊呢 網站識別Logo在這裡 OK嗎 那沖閑的電腦教學是這個 怎麼回去 那接下來看選單 選單呢 Primary是主要的 展開就知道的 首頁Block簡介Contact 就這四個 是可以在這裡改的 如果它一開始出現 假設不小心選的是英文 點起來 你這邊可以改 主頁面 我改一下好了 首頁是沒問題的 我來改一下 切換輸入法一下 儲存變更 那這就變主頁喔 OK嗎 那怎麼回去 往下拉一下 看看這裡 再點第二個 那也許呢 名稱不喜歡用Block什麼 呃 記事齁 生活記事 改完記得要選儲存變更才算數 這邊就改掉了 啊再往下移 那這個就這樣稍微改一下這個地方 來先簡介 好 這裡 我再打個人簡介一點 那第四個 關於 聯絡我 Contact展開來 展開來 這文字在這裡 每頁都可以自己來做修正 老實說要再加呢 再加你看就懂了 這再加就是什麼 新任項目 OK嗎 這邊就可以再加 我再加一頁 喔 剛點到搜尋了嗎 呵呵 新增在這裡 喔 點新增才對 新增頁面 我剛點到搜尋去了 電腦 教學 記得要點 新增 OK嗎 那點儲存 好來 始終保留頁要做什麼 隨便再點一下看看這個地方 就加進來了 好來 請各位點1 我的網站 更改 上方的連結區在哪裡 在哪裡 版面設計的 制定 OK嗎 那制定這邊分量區外是屬於哪裡 這裡喔 在選單區喔 再點選單區的哪一個 Primary這裡 主要是這裡 在這裡改 這邊可以修改文字 也可以新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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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